陳志雲和王喜 繼上次在演藝會上大玩結婚之後 再合作舞台劇 一日舉行拜神儀式 被取消新婚之後 首次夫妻檔演出 不過志雲一點都沒有疼愛阿喜 還大爆他彩排的時候 說錯對白 你們的王喜 他有一句對白 是說你不要每次都說 我是波蘭仔 我是一個波蘭血統的 應該是說美國人 我是波蘭血統的香港人 是嗎 昨天彩排說 大佬爆笑一句好東西 香港人不是 是美國人 怕不怕他待會上台 都會說一句 隨時會 這就是舞台劇好玩 阿喜說錯對白 是否因為太緊張 事關有傳 他有一幕 只會穿內褲上台 穿衣周圍走 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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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聖的新光大舞台 是不會出現內褲的 你知道嗎 這些是其中一句對白 裡面 阿葉童的角色 他最述 平時我這個角色 在家裡的行為 是 觀眾 是不會見到我穿內褲 在台上四處走的 是嗎 但是 想看的話 可以加上去的 我們最新是一個眾籌的 你只會在網上登入這個網址 只要你眾籌夠兩百萬的話 我就會在台上穿內褲 行來行去 期待 期待 這禮拜神非常熱鬧 還有一群粉絲大喊耶彤 原來是葉彤的內地粉絲 故意來捧場 我想不到他們會這麼熱衷 來看我的演出 很熱情 是的 因為他們全都是國內的粉絲 就特意自己組團來捧場 我也覺得很感動 因為始終 不是說買張票就可以來看 他們還要旅途 是的 他們很疼我 謝謝 不止粉絲支持 葉彤說老公都會看足七場 除了葉彤有位頭號粉絲 石穎麗也有老公鄧健宏 做她私人監製 因為我第二次做舞台劇 所以我也是一個幾天新的演員 很多事情她都提點我 不停在彩排的時候 會提醒我哪個做得不好 到了入台 她都會拍片告訴我 你在哪裏要有改善 芷芷覺得這位後輩 有否其他表現如何 OK 其實開頭Patrick要教戲的時候 我都會說 你要B米啊 你在做甚麼 這次演舞台劇有這麼多前輩參與 作為初歌的梁朝鋒 都說獲益良多 我想我整個排劇的 最多是得著就是 做一個觀察者 看著她們怎樣去演活一些台詞 這台詞都是這樣的 讓我演我就是這樣 但原來她們可以豐富很多 很多內容 很多body movement gestures 甚至於心態 各個角色的自信程度與否 還有我覺得我很幸運 因為可能恃著這個 叫做第一次演舞台劇 所有台詞幕後的演員 都會給我一些賣賣 所以都很開心 超豐說完成舞台劇之後 就會宣傳新歌 還會籌備EP 這次演舞台劇 是 這次演舞台劇 是 這次演舞台劇